为了让社区长者拥有健康乐活的生活 国军军圈住宅公用合作社举办关怀社区长者共餐公益活动 20号在庄敬高职展开 邀请了新店大棚礼、中校礼、复兴礼等超过150位的长辈一同参与 庄敬高职特别规划了课程体验 包括烘焙、DIY手作小物等等 让共餐活动更加多元丰富 不单单只有吃饭 他还可以体会一些他们学校的有哪一些的活动 让这些活动也让这些长者了解 也能够把这些种了解传承到给年轻的 让年轻的知道说除了升学以外 他还有一些是职校可以一起来 来在他们生活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找到定位 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学校目前的设备 相关设备然后还有相关的学习课程 那同时在这样子的课程当中里面呢 可以跟社区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互动 透过这互动的之间的一个关联 可以让社区跟学校更紧密 除了课程体验庄敬高职还安排了精彩的一对表演 让长辈们在共餐前欣赏庄敬一对的帅气英姿 这场公益活动也特别邀请了新北市社会局副局长许秀能 民众党立委联合服务处主任张凯军等贵宾出席 表示民间单位结合了社区和在地学校 一同攜手照顾长者相当有意义 也鼓励长辈多多参加活动 让自己的饮法生活多彩多姿 鼓励我们长辈走出家门一起到社区去共餐 所以今天他们办这样一个活动很有意义 而且今天是有150位的长辈 让他们走出家门在这里共餐 而且我们要感谢他们其实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鼓励他们走出来 然后鼓励他们融入整个社区的生活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里 而且是跨里的长者共餐 我们觉得这真的是蛮不错的 三年前都已经对来这个代位来做过 这个长者的服务 当年也获得很多长者的肯定 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有机会 能够多来关怀 今年我们特别加大来做 也加码来做 中午时间一到 庄敬高职学生已经准备好美味的餐点 要让社区长者享用 此次活动中更首度有外国朋友来参加 他表示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让社区感情可以更加密切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让比较老一点的人有办法跟其他的人聊天 然后有办法从家出来 然后有活动 共餐餐点菜色非常的丰富 就连甜点水果都有准备 国军军券住宅公用合作社理事主席郑申阳就表示 券宅社近年来转型之后 积极破坏参与公益及艺文等活动 希望透过关怀活动带动社区重视长者议题 让更多资源投入 并且促进社会的和乐融合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